T Businessens 字幕《未经许歌战 Num grease》 字幕의 trans周ren 字幕《未经许歌战经》 字幕《未经扸国战》 大家好 我是Andy 我是Ed fusion 我是胎范 今天我们介绍的游戏 就是CMYK的厂所推出的 新作品,在現在的 retail 都能買到 就是這個remoteswarehouse 那是怎樣的遊艾燈,不如跟我們解釋一下 其實我們是扮演一班操務員 首先遊艾開始的時候,就會在這個袋裡抽出 不同的公仔圖片 分了不同的,由星期一到星期五 大概每搭都有一雙口量 除了星期一之外,其實你可以玩的 二至五就放過圖片 令到每個人人數就會有少少變化 每一天進去自己,每一天進去 其實遊艾燈是非常簡單的 首先大家在圍內,有人在那一盤東西抽出一張圖片 最初不會放在那裡,就會給大家討論 這張是怎樣放在哪裏,大家形容一下 第一張一定要放在主地圖的中間 之後一定會跟著這張圖片延伸上去 就這樣放在那裡 如說大家在輪口欠,輪口討論貨在哪裏 之後做第二天 第二天,如果你有放任務牌的 就會改變一些圖片 例如說,我只能夠跟左邊和右邊討論 或者限了某幾個類別的東西 可以形容那樣東西 當所有東西放完之後 其實都會蓋起來 大家完結之後,就有些客人來拿貨 大家就拿著這些客人 客人的order 要order 因為全部的牌都蓋起來 大家就用start的timers去計大家 那些貨放在哪裏 要盡快放回 找回那件貨給那個客人 當所有牌認完之後 就會停止計時器 看大家用了一分鐘 準確度也有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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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點時間 完結之後 看看大家的表現如何 遊戲大概就是這樣玩 就是記憶遊戲 合作的記憶遊戲 是,是一個合作的遊戲 是,是一個合作的遊戲 有什麼感想 我們很認真 這遊戲不錯 其實這遊戲我玩過兩次 應該玩得最高 第一次聽完遊戲的時候 就覺得 不想玩 就是這樣 剛剛我教阿甘玩完之後 根本都說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大家可能剛剛聽阿甘說的時候 都覺得 就是這樣 但其實玩完之後 我覺得是 是玩到的 還有我覺得是玩的時候才是 因為剛剛 我和阿甘用了一個 左路記憶法 將一些圖案 串連去 講一些故事 然後就這樣去記 可不可以講一個故事 可以講一個故事 第一個故事 其實就是 中間有個核彈的按鈕 有兩個國家互相打仗 燒了 打到晚上 打到差不多的時候 5點了 就按按鈕 再放炸彈 放了兩支出去 但另一支 就轉彎射歪了 就轉彎射歪了 就是這樣 很可憐 所以其實 關火他搞了整個小時 我現在準備了故事 都覺得其實是OK的 他玩的時候都快 還有一些特別的故事 我覺得是 值得 先拍完 我都記得他的故事 是很特別的 因為故事有分兩類 一種正常的 例如 你那張卡值得可以這樣看 看完之後就放下去 因為有時你沒有看過那張圖 你是真的不會 就是別人描述這段課的時候 你會知道結局是哪個 就是太好看過才有印象 當然有一些 就是比較瘋狂一點的 例如 每一天你拍板 你九十度都喜歡這些東西 那一轉的orientation的時候 就是你所有之前的記憶 你的相對東西 應該都完全被打亂 那這些比較瘋狂一點的模式 那玩下去的時候 我完了這支節目 最大的感覺就是 哇 原來真是可以記住 就是你相比起另一支 就是有多害怕的 那是不可怕的 那都是記五張卡 雖然我都會覺得 我是記得到的 但是很快就記得了 但是這支 就是在大家合作的情況之下 是真的可以做到 那三十五張卡 你都會記到這件事 我覺得是幾出乎我意的字 嗯 那其實你們大家拿到的感覺 就是正正是我當初玩某一支 我經常看過的遊戲 就是盧橋 就是出新版的 是的 那盧橋呢 其實玩法 其實都是記圖片的 但是呢 當你未玩過盧橋 那玩過這個時候 可能純粹 啊我將它打到那個盧機 形容那張片 然後放在某位 純靠那個 對那個圖片的記憶 放進去 以及謹記它的位置 或者你可能 作為一些 那些 那些位置 再把它配上去 但是玩過盧橋 就會很不小心 就會用了那個 所謂的 我所謂的 叫做《阻老記憶法》 就是幫它作個故事 那作原故事呢 就是因為其實 Ivan有另一回事 竟然是 我們100%中了 所有的 是沒有錯的 那當然 我們只有兩個人 要分開一些貨 是要的時間 是有點過分了 它的需要 但是我都覺得 是 accessible的 那所以呢 這隻遊戲 如果 未玩過盧橋 我覺得 以一個新版來講 它的玩法 除了有很多變化之外 那些公仔很特別 再加上它那個 crazy rules 是把那些版本再扭去的話 其實 大家喜歡玩幾個遊戲 就是 不要經常玩 那些鐵 童年糕仔 玩這隻 絕對是很有經驗給你的 那我講到這裏 有什麼人推薦給他們呢 就是 喜歡玩幾個遊戲 我覺得這隻遊戲 即是 即是拍拖一下 我覺得我來做 Icebroking的遊戲 我覺得是不錯的 我覺得這個是 體驗類的遊戲 就是一班人 玩完之後 會令到你 有一個經歷 是你會記得的 例如好像 剛才你的記憶故事 玩完這遊戲 你都會記得一段時間 以及 會 即是 那些遊戲 那些類型的活動 那些遊戲都是適合的 是 我同意 MD講的那些東西 因為這間廠 推出一些東西 其實是很多都很強去的 家屬 就是了解和溝通 即是之前 推出那隻 Wave Link 它都很著重 大家去猜大家的心思 說什麼 或者那隻Daybreak 大家要聊 大家手上的牌 怎麼著它能力 去救地球 那這隻呢 正正有另一隻合作遊戲 亦出都沒有 很完美 那些公仔 很吸引 再加上大家 互動 溝通 了解大家怎麼形容 去合作做這件事 那個過程是非常棒 所以我都覺得 喜歡 Team Building 或者Ice Break 的朋友 這盒絕對可以買一試一下 那我說 原來這隻遊戲 還有一個 影片版本 雖然和現在這個 記憶遊戲的東西 但原來 是源自於 影片 對於人們喜歡 組織的東西 HAPPY就對了 對 喜歡收拾東西的人 William 可能不適合 對 如果贏了 恭喜 我成功收拾倉庫 派了一些貨 我們今天介紹的遊戲 就是這個 Vilmont's Warehouse 如果你有玩過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下 你們玩過的感受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 like share 以及subscribe 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